這是一件唐代的經銀器 一個銀製的蓋盒 這一件多少錢 這個要38萬 這要38萬 我們今天到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三浦古董商場 這邊來巡巡寶 這個店面看起來都裝修得不錯 我們來走走看一下 這一家 這家看起來都是做文皇用品的 這個看起來雕工很精緻 刻了幾條龍紋 這是一個漆器 鬆成的漆器 它那個開片很自然 這是入清的東西 我們看到有個筆筒 這個筆筒看起來是紙彈 哇很沉重 雕工很細膩 不過這件是一個現代的工藝品 主要是因為它紙彈這個價值會比較高一點 這一間也要好幾萬 老闆這一間多少錢 這間6萬8 這間6萬8 好謝謝 這個看起來 這家店是以文皇用品為主 三浦商場 在三十多年前 就已經開張了 那時候我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也經常來這邊逛 還有一些筆菸糊 還有一些筆菸糊 我接了這三十年來 各種的文物雜像都已經漲價了 但是我感覺就是筆菸糊的價錢 它並沒有上來 今天有不少店家都還沒有開門 所以我們只能做溫多賞品 這是一件元代的條紋狀的罐子 這種罐子一般都會搭配合約型的蓋子 這個是一個元代的標準的清釉條紋罐 我們來看一下 這櫥窗裡面也不少老東西 那這個是一件馬家餚的一個彩桃 看一下這個櫥櫃一角 我請老闆打開這個櫥櫃 讓我把這一間青蛙盤給拿出來 仔細研究一下 那這一種奎隆紋的一個青蛙盤 通常他的年代是從康熙到青中期左右 那怎麼分辨 你看一下 康熙的這種頸皮亮幼的感覺 那這個盤子顯然是沒有 那接著怎麼分辨 他是不是雍正 那雍正一般他的一個青蛙的紋式 他會畫爐闊線 而且他這個在青蛙在渲染的時候 他是不會超過輪廓線 所以你看一下他這一件 稍微有點雍正的感覺 但是他看起來又不是那麼的規整 所以這一件 我的感覺是在雍正到乾隆之間 不會超過乾隆 因為超過乾隆的他的整體的一個發色 跟整個造型的做工 就不會這麼的好 你看一下 這個造型很特別的一個茶 你看這個紋式 這個所謂的眼睛掉掉的這種 有眼無珠 這個就是一個銅製的標準的一個粉彩 那我們看旁邊有一件 這個多青柚的一個碗 這個多青柚的碗通常是在青中期 那這個後面還有一個青花的草祭款 寫個大青道光年字 那這種多青柚在晚清民國的時候 常被用來做貨家財 因為這種粉彩的價格 要比一般的光是這種樹面的豆青柚 價格要高上幾倍 我這還很講究 這個碗芯裡面 還有加上這個三多土 我們接著再往下看 這裡的櫥窗的一角 我們看到有三件的這種 民國初期的潛降材的作品 我們看一件 這是一個花卉 還有一個草叢的一個文室 那這一種民國時期的這種潛降材 它是融合清代的一個粉彩 加上這個民國時期的新文人畫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種新的畫風 在當時未為流行 在當時未為流行 那後面這一件 金椅的文室 是很典型的 一個珠山八友 鄧第三 他的一個作品 他畫的金椅這個龍蛋有志 那整個文室 是渲染的很有層次感 我們在這個店家有看到一件 比較少見的這種唐代的金銀器 那這個仿的很多 老闆說這個仿的很多 但是這一件很標準 這是一件唐代的金銀器 一個銀制的蓋盒 上面 刻著 紅鳥的一個文室 那整個底地 裝飾著珍珠地 或者稱為遺址地 這是唐代 是很標準的 一件銀制的一個器物 整個氧化的包漿 非常的漂亮 老闆這一件多少錢 這個要三十八萬 這要三十八萬 你看 現在的唐代的金銀器 慢慢也成為大家追加的目標 因為這一種出土器 事實上是不多見的 我走了這麼多的古董店 很少看店裡面有這一種 很標準道代的唐代金銀器 你看它這個 這個旁邊都還有裝飾著 這一種祥靈紋 非常的講究